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懂吗 我们犯罪的时候就好像被分辨盖着那个宝石 就看不到那个光 但是我们还是那个宝石 如果你有一粒钻石吼 掉进马桶里面你会怎样 一定会去摘咯 你大便一般吼 你的钻石戒指掉进去马桶里面 你不会拉水呢 因为你一拉水 钻石戒指就冲走了 20年前 2002年 我第一次到北京去 当时的中国开放不久 2002年 20年前 中国大陆的人 对西方的文化不是很了解 也对基督信仰不是很了解 当我到北京的时候 刚好也是这个时候 就是靠近圣诞了 没有错 应该是我们到达那边应该是19号 25号是圣诞吗 19号这样我们到那边 然后第一样是我们到那边 到北京的时候 我们是跟团去的 其实我们去一个滑雪团 但是我们到北京的时候 我们第一样东西 我们就去找这个圣堂先 晚上我们有free time的 就去找圣堂 然后我们就走走走 就在皇甫井那边 就找到一间圣堂 北京皇甫井是那个市中心那边 最旺的地方 然后我就说 哦好 24号晚上我们要来这间圣堂 但是呢 我们发现什么 我们发现那间圣堂哦 24号25号的米撒 都是要拿票的 你要预先拿票 那间教堂哦 在将临期的时候 已经每个星期分票 给他们的教友 因为在24 25号的时候 是没有位置给你进的 太多人了 为什么 因为很多人都以为圣诞节教堂有派对 他们好像去看演唱会这样 我们24号的时候 我们到那个教堂 晚上这个纸业米撒 你要看看冬天 纸业米撒的时候 是零下五度 很冷的 我们在外面 很多人 那间教堂是没有篱笆的 但是呢 在24号晚上的时候呢 公安就做成篱笆 整个教堂都把它围起来 外面很多人 只有有票的人才可以进教堂 然后外面的那些 没有票的 有些就好像那边 真好像你们有去看演唱会嘛 那边又呱呱叫 又哭 会哭的 他们我不能做梦 好像他们很认识耶稣这样 他们不是认识耶稣 他们不懂谁是耶稣的 但是他们在那边呱呱叫 好像去看演唱会这样 我们就惨咯 我们没有票也不能进 结果我们就祈祷 我们说我们要进 我们跟天主讲 我们要参加这个圣诞米撒 我们就兜一个圈在教堂那边 结果有一个地方比较少人 我们就看到一个公安 就跟他们讲我们是外国人 我们没有拿到票 我们是外国人 我们是天主教徒 结果那个公安就给我们进去 我们进到教堂里面 米撒开始了 满满的里面人 教堂很大 但是对中国来讲不是很大 因为中国太多人了 太多了 你几大的教堂都不大 然后呢 米撒开始到唱这个光荣诵的时候 就开始那些很多人 慢慢的走出去了 开始离开教堂 因为那些人就是要来看派对的 结果他们来到 不是他们想要的 我告诉你们这个经验 为什么 我们圣诞节到底是庆祝什么 我们有很多人对圣诞节的了解 也不是很清楚的 我们有很多人庆祝了圣诞节几十年 我们以为圣诞节就是一个庆节 送礼 买礼物 买新衣 要清理家庭 家里要放圣诞树 要放马槽 但是更重要的是什么 圣诞节是什么 圣诞节是一个属灵的庆节 它不是一个文化庆节 我们有时候教友们把它当成一个文化的庆节 我们因为学习的 我们被影响 也有被很多世俗东西影响到 我举一个例子 我问你圣诞节的颜色是什么 圣诞节颜色 红色跟绿色 谁跟你讲的 圣诞节神父穿什么颜色 红色跟绿色 教会没有告诉我们 圣诞节是红色绿色 教会告诉我们圣诞节是金色跟白色 你看全部错了 错到完 这样多年 圣诞节是什么 圣诞老人啊 没有 圣诞节是耶稣 更深的一层属灵的一个认知是 圣诞节是耶稣 要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找一个地方给他诞生 2000年前 玛利亚跟洛瑟 在白冷城 要找地方给耶稣诞生 找不到 他们去敲门 哪一家能够收留他们的 没有 结果他们要跟动物在一起 同样的 每一次我们到圣诞节 同样的问题 天主问我们每一个人 在你的生命当中 在你的心里面 你有没有地方给我的唯一圣子诞生 这就是圣诞节 圣诞节是我们的生命 到底有没有准备一个地方给耶稣 圣诞节不是打扫物质 圣诞节不是做cake 做cookies 不是买礼物 不是买新衣 圣诞节是重新的去反省我们 到底我的生命里面 有没有地方给耶稣 今天你看到神父已经开始放这三个 三个uncle在那边 他们是谁 来自东方的三个贤士 对吗 三王来朝 他们已经开始了 他们已经开始去寻找耶稣了 有人说他们一个是来自印度 一个来自中国 一个来自那里 我不懂 东方的 到底他们来自那里 但是是来自东方 从遥远的地方要去以色列 白冷找墨西亚 他们开始了他们的旅程 走出了他们的舒适圈 他们的conference zone 这三个是有钱人来的 我们讲三王来朝是王来的 我不懂什么王了 但是你可以称王的就是好吃好住的了 他们为什么要这样麻烦 从东方要这样麻烦去见耶稣 要经过沙漠 要去以色列要过很多沙漠的 他们已经开始去寻找耶稣 我们有没有开始准备我们去寻找耶稣 在圣诞节那个期间 只有这三个 Uncle 看到耶稣的那个星星 救主的那个星星 你懂吗 整个以色列没有人看到我 只有这三个贤士看到 为什么 你懂吗 白冷跟耶路撒冷是很靠近的 我们刚刚从圣地回来 白冷跟耶路撒冷只是割了一个墙 那个什么墙 可以走路去的 很多人每天都走路过去耶路撒冷 但是整个耶路撒冷就是没有人看到那个星星 为什么 因为被蒙蔽了 这三个贤士 他们从遥远的东方已经看到那个星星了 很远很远 不管你多远 很多时候不管我们在哪里 只要我们的心是明亮的 我们的眼目是明的 我们要看见救主的那个心 我们要看见耶稣 有些人很靠近耶路撒冷跟白冷 这样靠近都看不到 有些人每次都来教堂 但是就是没有看见耶稣 就是这样 为什么 因为被蒙蔽了 被蒙蔽了 我们的心被蒙蔽 我们的眼被蒙蔽 黑洛德被蒙蔽 在耶路撒冷的那些经师和师祭也被蒙蔽了 我们也很可能被蒙蔽 因为我们的生活里面没有地方给天主 我们关心的只是世俗的东西 我们关心的只是自己的东西 所以被蒙蔽了 圣诞节是告诉我们要重新的把我们调整 把我们的心调整 上个星期二我们有和好盛事在这里 有很多教友都来了 很多人排到外面 因为我相信还是有很多很多人没有来的 肯定的 因为很多人不喜欢做和好盛事 但是和少盛事就是准备我们重新的回到那个光 降临期每次我们都讲到黑暗的光明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天主所造的 我们是被造为天主光明之子 在我们内有那个光了 有的 天主造我们的时候是以他的肖像而造的 就是以他的光 他已经放了他的光在我们里面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天主所造的钻石 宝石 有种宝石吗 非常的宝贵 珍贵 但是很多时候我们犯罪 因为罪把我们那个宝石盖了起来 我们看不到这个宝石的宝贵和珍贵 我们自己也看不到了 很多时候我们就觉得自己很没有用 很不配 很不堪当 我们也觉得自己一无所事 我们也对自己有很多的质责 但是天主是如何看我们的呢 因为天主造我们 他知道我们是那个宝石 好像钻石这样 就算我们 你懂吗 我们犯罪的时候就好像被分辨盖着那个宝石 就看不到那个光 但是对天主来讲 我们还是那个宝石 没有问题的 如果你有一粒钻石 掉进马桶里面 你会怎样 一定会去拾咯 你大便一般 你的钻石戒指掉进去马桶里面 你不会拉水 因为你一拉水 钻石戒指就冲走了 所以天主不会给你拉水的 天主会把你拾起来 从粪便里面拾起来 然后拿去洗干净它 因为你是可贵的 宝贵的 我们每个人在天主的眼里 不管你是犯了什么罪 我们还是宝贵的 只不过很多时候 我们自己都把自己放弃 我们对自己没有信心 我们看不起自己 我们也没有看到天主如何看我们 而我们放弃自己 我们冲水 自己把自己冲水 很多时候我听有一些 他说要轻生的 要自杀的人 我一定跟他讲的 我讲你是宝石来的 不要冲水冲掉它 天主没有把你冲掉 我为什么跟你们讲这个 我们每个里面都是那个宝石 那个宝石 唯有要被洁净 洁净了过后 还要放在光的底下 耶稣就是那个光 那个宝石才会发亮 如果那个宝石 就算是干净 你放在黑暗的地方也是出不了 也是看不到什么东西的 但是你这个宝石 如果放在光下 打spotlight 你看那些 干极君红 为什么打这样多spotlight 给那些宝石发亮吗 我们就是这样 我们需要天主进来我们的生命 需要那个光进来我们的生命 我们才会发亮 在这个圣诞节 让我们准备我们自己 我们的生命有很多东西 有很多分辨 有很多这些东西 我们必须要清理掉 必须要舍弃 去弃绝 所以这个圣诞节来临的之前 我们如何准备自己 我们要去反省 在我们生命里面 有什么东西 我们是需要弃绝和放弃 好让这个光进来我们的生命 当这个光进来我们的生命的时候 当我们准备了这地方 给耶稣进来 住在我们生命里面 我们的生命要发光 我们讲 我们准备地方给耶稣 耶稣同样的准备地方 给我们在天国里面 这两个准备是一起的 当我们在这里 越多地方给耶稣 我们现在就有越多的地方 我们就要体验天主的国 你不用等到 你死了过后才去天国 现在我们的整个生命 你有越多地方给耶稣 你就要有越多的天国 在你的生命里面 发光发热 照耀整个世界 天主要用我们来照耀 我们的家庭 我们的世界 我们的周围 先让我们准备我们自己 在这两个礼拜 确保耶稣 确保我们的心 是准备了给耶稣的 阿们 阿们 我们的爱情